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帮朋友问了很多的问题 那今天要来请教明讲君是哪一个名字的问题呢 这个朋友姓苏 苏吴墨阳的苏 苏东坡的苏 然后是下雪的雪 红色黄色的红 对48年次的 这个没有婚姻 未婚 未婚但是 没关系 来我来解析 因为雪红这名字也蛮多人有 对蛮多人 按了算 今年也是60岁左右了 对 它整个名字 一个是草字头 然后旁边是个鱼 再来旁边是个河 对不对 河 对猪来讲 它是吃无骨的 在这个位置代表什么呢 代表它的灵台 脑袋 代表灵台 所以它的父母缘其实不好 父母缘看哪里啊 梳的草头 杨边是草 是木 对不对 木刻挤土 它是土猪 所以父亲对他管教蛮严的 然后鱼字边呢 底下有四点火 水 猪是属于水 水克火 所以代表母亲 他对母亲也是 不喜欢母亲管教他 他对母亲讲话也就 不会很客气 所以光是一个大姓 书来讲 等于是只有一个灵台好的话 这个人是属于什么呢 我们讲 发明家 这差不多 差不多也就属于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他可以 这一点好 其实不足以 把整个书性的破坏性 把它做什么修饰 然后下来讲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是用血的话 我们经常讲 脂 霉 酸 血 月 亭 针 这是七个字 所有的女孩子不要用 因为大部分都是属于孤独的 尤其是血 血不但孤寒 而且还寒 冥想局势可能要再重复一下 因为可能前面的听众没有听过 这七个字是哪七个字 我们讲 枝 树枝的枝 梅花的梅 霜 下雪的霜 下雨的霜 雪 中间这个雪 月 月亮的月 亭 是凉亭的亭 没有铝之旁 争 我们叫争结坊的争 女性朋友很多用真的 就是说很贞洁 那这个也是代表孤独的意思 好 这个七个字呢 如果听众朋友 你没有听过的话 可以去倒带 去听我们之前 那个名讲局势 都有跟我们讲 这七个字 女性朋友尽量不要用 好 那我们就请名讲局势 再继续下去 这个选词不好 好 既然第二个字不好 她的情字路就不好走 所以跟葵史讲她未婚 马上就先讲了 那可能是她的婚姻上 可能就是有些问题 那因为既然不好 还不如未婚 她好像是有结婚 但是很年轻就离婚了 那也代表 就是你这个字不好 就算有婚约 夫妻之间的 我们叫沟通交流就不好 所以人的长相失守的机会 就比较不多 即使我插个话 你说女人不能十九岁结婚 对不对 九 逢九不结婚 她好像是比较早婚 就是十九岁 对对 男性不要逢五 女性不要逢九 这是讲竹岁吗 对 我们讲虚岁 十九也是虚岁 二九也是虚岁 对对对 是虚的 不是竹的 虚岁就是我们一出生就加一岁了 对对对 出生就一岁了 农医的算法 一出生就加一岁了 男的是指五 女的是指九 九 不是十 逢五逢九都一样 二十五三十五四十五都一样 十九二十九三十九都一样 然后因为是雪字 所以代表她的这个爱情婚姻 不是那么的顺避 也是这一生她不会过得很 只能自己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再来最不好的是第三个字 第三个字 红色的红 旁边是个蜜字旁 对不对 蜜字旁就是彩衣 猪披彩衣是表示什么 三宫桌了 所以她第三个字不好 这一生 就是她的身体都会 里里拉拉 什么病痛都会有 至于雪红 真的看到这个名字 我会感到蛮心痛 怎么会 属猪用这个名字 真的是 居士我请教 那红的右边的公怎么解释 公也可以当做做公的意思 有没有代表是牛的意思 没有 寒 隐含的牛 可是那个 那个牛代表 因为她是不出土的 没有出土 对对 所以我们一般用功 来做公来讲 所以第三个字用功的话 表示她 劳而无功 对 劳而无功 不成形的一个字 不是 就是她只有功了 只有工作的份了 没有享受的份了 这个是工作的功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红字是对属猪的不好 其他生肖没有影响吧 牛 羊 猪 这三个已经非常不好 兔 也不好 兔是好中带坏 还是不好 兔子你批彩衣 你想装扮成王的样子吗 没有 不成样 不成样 但是不是 不是上贡 也不是上贡桌 所以说她是这个 对于兔子来讲 不适用 不好用 用的没有意义 就没有好坏 对 坏的成分多了 真的讲坏的成分多 因为没有好的 当时就是意识成银行 有点坏的意思 这没有什么太大的 所谓的充客倒是没有了 因为我想到我们台湾有一个名人 就叫雪红 雪红 好像她后来婚姻也是不是很好 是不是 也不太清楚 没关系 总之 苏雪红生肖猪的女性朋友 我们是比较建议说换个名字 对 因为雪红这两个字对她杀伤力还蛮大的 对对 没错 好 那今天就谢谢Grac 来帮雪红问了名讲居士 希望对雪红是有点帮助的 那谢谢名讲居士 谢谢Grac 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 下回见 拜拜